最近胡志明市在著名旅游杂志Destine Asian 举办的2024年第17届读者选择奖 由读者投票评选的亚洲10个最佳城市中排名第10位 此外 胡志明市5家酒店还寄身Destine Asian10家最佳酒店名单 3月初 胡志明市获世界会奖旅游奖评为 亚洲领先的会奖旅游目的地 这也是胡志明市连续第4年获此束荣 可见 胡志明市正在努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开展一系列吸引游客的活动 正在定位其在国内外市场的旅游品牌 2024年 胡志明市的目标是借贷国际游客至少600万人士 国内游客3800万人士 实现旅游收入至少80亿美元 前往胡志明市旅游时 游客有更多符合自己经济条件的旅程选择 胡志明市旅游业也在推动现有旅游线路的升级 和新旅游产品的投资 2024年 该公司将继续开发与文化历史有关的优势流产品 同时将米其林宣布的城市餐厅和餐馆享用美食 纳入旅游产品之中